一个青花的笔筒 明代崇祯时期的 高度有20公分 口径有18.5 底足是17公分 沙底平底 跳刀很明显的跳刀 口岩和底部这个地方 底部好像没有 口岩这里有花纹 暗刻花纹一串 这个图青花相当发色好 这个叫做过渡期 明朝末年到清朝早期 都是叫做转变期 也是过渡期 它这个青花发色很漂亮 暗刻花 底下没有这个没有 只有一道悬门 这个青花多漂亮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图嘛 画的是正剃袍 这里这个是叫犯罪 后来做了秦国的展相 这个叫做虚骨 还是虚假虚骨吧 这个他是西这边底下一个背 西甲虚 虚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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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 必须得虚 他的这个虚虚虚虚 是魏国的一个大富 大官 这个这里穿着这个烂袍 身上很多补丁的这个 叫做犯罪 他本来是他的门客 但是他就妒忌这个犯罪的才华 就在魏国 他们都是魏国人 走到这个魏巷那里 说他的坏话 以致这个犯罪被打着死去活来 打着死了 以为他死扔掉 他就后来活过来 辗转去到秦国 凭着他的才华 也是他的运气吧 做到这个秦国的展相 后来这个虚假呢 初始秦国 他这个他也不知道 这个犯罪做了宰相 犯罪就故意穿着一件 一个这个 一件烂的补丁的 补得很烂的袍去见他 他就为之一动 很同情这个犯罪的境遇 马上要 你看手上拿着一个袍 给他一个 你看他手上拿着一个袍 要给他穿上 这个故事很感人的 这个故事 金句 都是作为一个证据来做的 他们之间 这种叫做人情 人之常情 侧隐之心是有的 一个一个重生的 看看这个土 又又断 从这里开始就好 你看画着这个 辅远的辅远村 当时的 这个这个 明末的画着这都是 孤枝 孤枝孤雅 画着这都是 应该都没有树叶了 芭蕉 太阳 城墙楼 城墙括号鱼 这个青花你看 青花五色 很漂亮的青花花色 多漂亮 这个赤字很白 很洁白 这个右面很硬 轻量右很硬 右面 右面 右面